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20的墙总结起来就是摆脱了我国重型运输机步行的尴尬局面 也让我国空军有挺直腰杆的资本 但是其实清醒的人都知道运20的核心部件 发动机还是沿用俄的D30KP 二发动机整体的技术水平的发展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因此研制属于自己的发动机掌握核心技术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我国的国产发动机也在马不停蹄的研发中 运20的标配发动机沃上20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据说是已经基本定型 正在踏入动力测试阶段 只待和运20实验基模和成功 如果不出意外 国产发动机在2020年实现量产时可以期待的 先有运20后升沃上20发动机 二者相结合 强者更强 国产的发动机配上国产的重型运输机 每一个部件都源自中国创造 再也不用被他国嘲笑心脏病了 揣握了核心技术的中国 摆脱国外的垄断手段限制 也再也不是梦想而是事实了 那么运20到底长什么样呢 它采用了先进的超零件异形作为外形 这样的设计不光阻力小 安全性能大大提高 还美观 而且运20的中央异核没有采用贯穿机体设计 使得两端机翼离地面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就为其能够实现在凹凸不平的地面起降 提供了决定性条件 大大增强了运20的野外生存能力 配上国产窝上20的运20 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远程投送的功能 更具有许多有待开发的潜能 大大的机身和足够宠物的内部空间 使其可以附带加油和预警功效 可想而知 多功能的运20大型运输机 战斗力将提升数倍 无疑是现代战争的力量倍增气 中国的大型运输机 从换装国产窝上20发动机的运20开始翻盘了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有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